來吧 來吧 今天要去借廁所順便打一枚 沒有啦 就是我們現在要去打第三針 追加針 加強劑 因為剛好離上次打第二劑已經滿 五個月 然後已經可以打第三劑了 對 所以我們就趕快預約 趕快預約家庭醫生來打 對 輝瑞 瑞輝還輝瑞 瑞輝嗎 一樣是打瑞輝 欸 輝瑞啦 輝瑞啦 就是 就是 跟上次一樣我們會記錄一下我們24小時的反應 應該 應該沒什麼事因為我們打前兩針都沒事 就第三針 昏倒 我是希望沒死啦 寧可之後當個老人 沒什麼狀況比較 比較好照顧小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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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歡我們家庭中 坐落雲 明天 在 明天 等我們家庭中 在 藏在一個 的 公共中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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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打針 氣氛很溫馨 充滿聖誕的氣息 所以有個聖誕老人 嗯 不知道打過整美才能送火 緊張嗎 不會 老手 哈哈 我倒是有點緊張耶 就不知道第三針會不會 我聽過有人的確第三針 有反應耶 前兩針好像 對啊 我也聽說過 所以我就怕這一次會不會有什麼不良反應 我這一半還有很多事要做耶 但是這是我們 嗯 兩人 第一次同時打針 萬一 有 兩個都倒了 那小孩就放生了 哈哈 前兩次 我們都 刻意錯開兩 兩天 對 至少要一個人沒有倒 後來都發現好像 欸 也沒事 所以這次就約著一起打 兩針前都要填這個 真實狀 哈哈 就是打針同義書而已 很難 就知道 半個都看不懂 每次都要填這 真的好 哈哈 打針了 哈哈 哈哈 哇 熱頭吉 你們有沒有 藝石強針都稱讚了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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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老手 哈哈 感覺如何 我就比前兩次扎進去有點好 啊真的嗎 換我了 我特地穿短袖 比較好搭 這邊寬衣姐戴這樣一樣 你好 沒有 緊張嗎 正面還是正面 正面 好,好,好 現在就有一點 好,為什麼 不是 真的 為什麼要打開 打開 打開 打完了 不會痛耶 我扎進去的那一刻我覺得 比前兩季還要有感覺 是 嗯 OK 現在要把這個 QR Code 掃到我的app上 這樣我以後 欸怎麼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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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你幹那我找到你的啦 這照是你的啦 剛剛 bosses aka你 剛剛找到 我剛剛那個QR Code app變成你的 他應該被掃一次 就會蓋過去我了 OKDusplay 對 變回我的 OK 嘿 我们现在扫进手机的QR Code 就是疫苗护照 几乎算是目前德国各个场所的通行证 柏林几乎有90%的地方进出 都需要扫这个已经施打疫苗证明的QR Code 再加上比对ID才能进入 最近又比之前更加的严格 算是用打疫苗来换取通行自由的方式 就可以在整个帽逛 我们现在打完要休息10分钟才可以走 看你身体有没有奇怪的反应 万一昏倒的话可以立即自救这样子 对 应该会没事吧 目前打完吗 没什么感应 一点点手臂一点点的手伸 就是我们打的是莫德纳 追加的时候打莫德纳 医生是这样建议的 对 医生建议的 前两季都是辉瑞 辉瑞已经证实我们是老人两次了 就换莫德纳来给我们认证一下 嗯 希望还是老人 我自己希望还是老人 可以赶快先去吃好了 我怕到时候不舒服吃不下 现在是2点9分 差不多打完斤过了半小时 因为我们是1点半打 对 打完斤的话我们都会肚子蛮饿的 吃大餐 沛玉玺是肚子蛮饿的 因为我还没吃午餐去打针 所以肚子蛮饿的 不是因为打针 现在吃个披萨 然后目前 手臂没有什么感觉 我也没什么感觉 对啊 就 一点很小很小一点点酸酸的 连OK都没有的程度 正常来讲都是到睡觉的时候会 真的吗 真的吗 不会啊 我也不会啊 你看 像垂的尾头 好 吃个午餐 然后看看接下来的 一天 两天会有什么变化 好 我们持续记录 啊 是我们的午餐 那这几天呢 正好有一个关于疫情 然后又让我有点哭笑不得的网友留言 就趁着这个吃饭的时间 先来顺便回答一下吧 现在时期 欧洲新冠病毒不是很严重吗 请问您们为何可以去德国到处玩 难道这是台湾政府的骗局吗 由您们的影片就可证明 新冠病毒是一个很夸张的骗局 难道是美国与大陆联合要欺骗全世界的人 请告诉我 您们为何到处又玩又没事的原因 那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疫苗都有打好打慢 那加上欧洲的规定就是没有那么严格 那目前疫情的气氛也没有那么紧张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到处走走 我不认为这个疫情会是一个骗局 总而言之这就是我的回答 OK 现在是四点半 打完针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稍微上手臂有点点泪泪酸酸的感觉 蛮轻微的非常轻微 我是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 就跟打完针那个轻微一点酸酸的感觉 感觉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OK 精神也很好 精神应该没问题 OK 持续观察 应该没事 嗨 嗨 哈喽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 就是又过了三小时 是吗 我们刚刚是四点半 差不多 然后再过了三小时 你有什么感觉 好像酸痛有稍微增加一些 好像有 对 但是还 还OK 我也是 酸痛有增加 但其实非常些微 除非按下去 就是像刚刚我女儿在跟我玩的时候 她就 按我的手臂的时候 就 很像 OK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跟上次大同小异 跟之前打那个辉瑞也是 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那时候最痛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要睡前的时候 但是目前 还是我们趁她很痛的今天早点睡 就不会感受到那个 最痛的那一刻 我猜睡前她的这个手臂的疼痛感 会慢慢的再加深 好啦 这就是打完 第六个小时 第六个小时 那我们再持续观察 大概是晚上十一点半 所以就是我们打针完 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 对啊 对啊差不多十个小时 你现在有什么感觉 没什么感觉 压一下会痛 这样就这样而已喔 没什么感觉 所以 手臂自由活动没有问题 然后 酸痛的感觉又比较强烈 但是还没有影响到手臂的机能 除了刚刚那个洪小爷睡觉 被那个小朋友压到就 啊啊好痛啊 一下这样 除此之外 身体也没有头痛也没有什么发烧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感觉比第一二季还要轻微 我自己是这样 嗯 好像对啊 好像比一二季轻微 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抗体了 不知道 对 越没感觉越好吧 反正 代表我们老了 双认证 辉瑞加莫德拉认证的老人 ok好 那就继续观察 看明天早上起来会怎么样 但我猜应该没事 那就睡觉啦 晚安 拜 早上8点15 我看起来蛮健康的吧 现在 手臂还是 感觉没有减轻 就是一样还是会有酸痛感 跟昨晚比起来还是 感觉没有减少 然后 我记得之前打两季 这个辉瑞的时候 是隔天起来 其实就降低很多 但现在 感觉还是蛮强烈的 但其他没有任何身体不适 但有人状况不一样了 嗨 哈喽 啊 今天手臂好痛 没有办法举高 刚才帮小孩换衣服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帮她套头 要请她自己套 有点 台语说的话叫做 先生 本来就是累累的啦 累累 但也不确定是因为 昨天晚上没睡饱 还是 这个疫苗造成 因为昨天半夜小孩也是 两个小孩都跑来跟我睡 然后两个都对我拳打脚踢 所以我也不确定是没睡好 还是 疫苗造成的 头一点点晕晕的 但还没有需要到吃子通药的地方 大概是这样 拜 哈喽 哈喽 现在差不多是 准备要吃午餐的时间 所以就是 你昨天中午打针到现在已经 24小时左右 嗯 过了24小时 早上的时候 整个人震亡了 我已经一早就开工了 上班了 对 早上有点病奄奄的 现在有好一点 但是还不是自己最正常的状态 隐约感觉哪里不对劲 但好像又没有病到 没办法做事的感觉 就能做点事 但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不用做 我做 哦 渐入佳境了 嗯 慢慢来恢复了 好 拜 哈喽 哈喽 现在是 中午 吃午餐左右的时间 所以离我们 打针到现在 差不多过了 二 四十八小时 哈哈哈 四十八小时 对 一切都好 早上起来的时候 神清气爽 不正常 对 一切都好 好啦 差不多大概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可以来聊一下 现在疫情下的德国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 应该说疫情下的柏林 因为我们就住在柏林而已 对 那 德国目前每天都还是有六七万人确诊 还是甚至更高 我也没有特别去查了 数字其实蛮惊人的 但是 大家其实 都 蛮自在的 对 活得蛮自在的 呵呵 那我们能做大概就是 想打疫苗的人去打好疫苗 口罩戴着 请洗手 请洗手 那一切的生活都还蛮正常的 气氛就是没有特别的恐慌 就是很正常的样子 只是多了口罩 跟需要检查 你有没有打完疫苗 才比较方便的进入餐厅 或者是卖场 嗯 那我也想分享一下 身边的案例 就是我两个小孩 在幼稚园跟学校都有中标的情形 那大家当下的反应也是就是没有特别的大惊小怪 那可能家长在群组里面传个讯息说 啊我的孩子确诊了 那我们会带他做PCR的测试 然后这几天会在家隔离两周这样子 那校方的反应也就是 传个email给大家说 那这几天有跟这位小孩接触 跟他玩的小朋友们 请自行去诊所做检测 然后有必要的话就带在家里隔离 那其他家长们的反应就是 啊那祝你早日康复 希望你赶快再回来跟我们一起玩这样子 那这中间我相信政府是没有特别去追踪 隔离的人的行踪这样子 不像台湾政府做的这么严格这样子 大家就是比较自由心整啊 对啊基本上也不太有人管你 有没有偷跑出去或者是去干嘛 其实没有人太在乎啊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一般感冒的那种感觉 一般感冒肠胃炎的感觉 互相小心 政府没有特别的恐慌这样子 那日子还是 蛮正常的过 必须要这样讲 对 算是与病毒共存 对啊 然后好啦 那就今天影片大概就到这 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 给大家一点参考 大家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是健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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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